作词 李宗盛 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机遇 张开翅膀轮回 有我决定 如果它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唱 想去摇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 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城市凹上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处何从 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当花的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想喝点什么 我帮你点 不必了 找我什么事 快说吧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跟你 好好地聊一聊 抛开我们之前的 那些恩怨 我个人 还是非常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有原则 有底线 有担当 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家父 想把念之嫁给你 我相信你应该 非常清楚 它是什么目的 念之就是一枚 因为棋子 她跟这里面的事 没有任何的关系 她是无辜的 可是你现在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 她这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 我想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念之 你好 请问冷先生定的座位在哪 在那边 谢谢 不客气 这些话 从你冷大哨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讽刺 我的事 你不需要操心 也别急着 给我戴高帽子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 任何利用念之的事情 至于我和念之嘛 我们就只是朋友 我是不会娶她的 我也从来没敢往那方面想 不过有件事情 我和你都一样 不希望她受伤 告辞 谢谢 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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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没事 那我跟着你 不必了 念之 你放开 念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对不起 念之 你 你真的就这么喜欢 这个龙天羽吗 你要真的喜欢她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都会让她娶你 你站住 能力为你站住 什么叫你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会让龙天羽娶我 你是打算拿枪 只在她头上逼她 还是打算去求她 我 我怎么忽然觉得 娶我冷面之 是这么可笑 荒唠的一件事 念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能看到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和轻视 你之前问过我 问我为什么一直要留在冷家 那就是因为你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爱你 从我到冷家的那天起 从你把热汤 递到我手上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 我当时就跟自己发誓 只要我冷立微 在这时尚一天 我就不能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我要每天 都能看到你的笑脸 对不起 我吓着你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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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事啊 我都没想到 真的假的 我闲着没事还骗你不成 我跟你说 报告长官 4231有事报告 什么事啊 长官 您看我上次求您打听那事 您姐 您辛苦 给你打听那些事没累死老娘 听好了 你儿子已经不在上姑了 他 听说好像是被卖了吧 他 怎么会 被卖了呢 长官 他被卖去哪儿了 我 我怎么知道 你又没付打听卖哪儿的钱 长官 放开 早饭 早饭 比别客气 多想 你知道的 我青雕是做大事的人 这儿妙小 容不下我这次 当然你也是个人 所以你 应该也不甘心被困这儿一辈子吧 我自己都出不去 怎么带你出去 八九六三你别忘了 要不是我保住你 杀人越狱的事 早就被发现了 你是为了我吗 你是为了你自己 显然我带你出去 可是自从你们上次越狱失败之后 整个监狱都被典狱长加固了 现在密不透风的跟一根牢笼一样 别出两个大活人了 连这仓鱼都飞不出去 连这仓鱼都飞不出去 再让龙天羽章折腾下去 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 根据夜市报告 以及现场的状况推断 张三应该是在档晚下班之后 饮酒货量 失足掉进河里 淹死的 淹死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小五 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aesthetic 吧 赵一苍 听一个人 导家的短毛 有保护 左衣 装护 中华 左衣 下车 一个人 大人 和你 你不觉得结案太草率了吗 你就没发现什么问题 其实 这个案子吧 当初 说话别吞吞吐吐的 实话实说 当时这么结案 的确有点草率 死者肩部手部腿部 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如果他是失足掉河里的 这些伤势怎么解释 第二 他回家并不需要经过这条护城河 那他当天去那干什么 第三 为什么掉河里一个月他扶上来 这三个疑点 还没有办法解释啊 去 把这个案子 所有的材料和素材 全部给我交过来 我要重新过一遍 是 局长 这是所有资料 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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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那 这些资料 回死之后 薄金 死者手里的项链 为什么이不在了 我看看啊 对啊 怎么没有了呢 对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带回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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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去 我是三二三妖怪叫青妖 我真的知道谁杀了 张伯丹 冤官 冤官 住手 把你知道的 都告诉我 人我都给你请出去了 这回 你该说了吧 我知道一切的事情 因为杀死玉井 和粤玉井是前后脚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切的实作俑者 是林九哥 我可以给你细节 证据 但我有条件 你说出来 我听听 第一 我要减刑 第二 麻烦您 跟监狱上下都打声招呼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青雕 又回来了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故意谋杀玉瑾张三 即粤语畏随 罪名成立 以法判处犯罪嫌疑人令九哥死刑 一个月后执行 局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玉瑾一案 为什么玉瑾哥突然就被判了死刑 你在问这个案子 我正打算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私自扣留玉瑾哥的项链 这个案件明明遗留很多的疑点 你为什么不上报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你这些行为完全是独职 如果我真的独职 我愿意接受公开调查 可这和玉瑾哥的死刑 完全是两回事啊 玉瑾哥的死刑 是上级法院判决的结果 人证物证俱在 一条嫌疑人的项链 一份和嫌疑人有仇的证人的公司 没有公开审判 证据核实 一件涉及警务人员的命案 不到三天的时间 在没有直接的人证和物证的状况之下 就被定了罪 而且还是死罪 这么说 你质疑法院的裁决 当然 起诉调查 取证公开审判反复核实 这事程序 缺一不可 死刑 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惩罚 更该审慎小心 马虎不得 这可是人命啊 看来 龙队长 这次又要插手了 真是可惜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看看 还有外面那些示威的人 你都看到了 都已经闹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警察局 如果不做妥当的处理 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 上面一致认为 你暂时不适合留在这里 所以 你是要结我的职 是上面认为 还是你认为 作为一个警察 人家 私自扣留关键政务 停职检查 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啊 我说了 我可以接受停职调查 但冯局长您呢 身为尚谷警察局局长 暗中勾结黑恶势力 谋害林局长 销毁证据包庇真凶 使得大量毒品流入尚谷城 如今 更是捏造证据 干预司法 涉嫌谋杀 你不是一个警察 你是一名凶手 龙天宇 你有证据吗 你根本配不上你身上这身警服 还有你头上的警徽 你只是一个 在乱世中突耕安稳的人 从一开始 你就不应该选择警察这个行业 行业 这件事 不会就像结束 准备歇息 怎么 捡了刑你这瘸腿兔子鸡就得意了 我告诉你别做梦了 就算你再捡十年 这辈子也活不到走出去的那一天 青雕 这回是来者不善的 青雕这么放肆 还不是由警察局长给他撑腰 八九雷三 上工了 我要离开这儿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他 有你真好 那这事告诉我林天宇了 我跟他终归不是一路人 我跟他终归是这样 他终归是这样 好 玉前辈 请稍等 我有话跟您说 看在你我 时日不多的份上 就说吧 我已经猜出来了 您是我父亲林奥东 亲手抓进来的 而且 您爱过他 父亲终身未去 玉前辈最喜欢的那首曲子 父亲生前也最喜欢 你说的都是真的 他终身未去 他终身未去 可是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 我不想你留有遗憾 您从前到此 你却不认真是 他终身未去 打扮 你 你还不认真是 你去 你去 你走 那 你去 那 你去 你去 我的确有求于您 您可知道 杀害父亲的凶手是谁吗 你知道 是冷家 冷家 尚故的冷家 冷是男 冷家一直在做见不得人的毒品买卖 父亲的调查过程中被人盯上 并杀害 最终嫁祸给我 杀父之仇 不能不报 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要出去 你要越狱 我知道前辈手段通天 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我该如何安全地通过检查站 能不能留在这里 你不能留在这里 今天 你也会保护我 你还没有保护我 我不能留在这里 你会保护我 你也会保护我 你也会保护我 你都没有保护我 你我保护我 你要竖起耳朵听好了 因为我想告诉你 父亲他爱过你 父亲这么多年一直未娶 小哥 想什么呢 性提醒这么长 怎么样了 他没说什么 就说让我晚餐的时候竖起耳朵听 竖起耳朵听 你又不是兔子 不过这挺像玉玲珑的 你那边呢 进展怎么样 我啊回去查了一下 这个监狱建立后 所有越狱者的记录 怎么样 加上小辣椒跟青雕的话 总共有七个人 曾经试图 从这个监狱里面逃跑 结果呢 死了五个 剩下的两个都被抓回来了 延长了刑期 也就是说 真的没有人成功地从这里出去过 你放弃了 没有 我之前听念之说过 说这个监狱 是从一个避难所改过来的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但我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自己看啊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 打架斗殴 罚禁闭三天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 不服管束 罚禁闭三天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 辱骂教官 危害公务 罚禁闭十天 这是什么 你看最后的囚号 0007 玉前辈 是 虽然我没有在 越狱的那个名单上面 看到玉前辈 但是意外地发现 在这个关禁闭惩罚的名单上面 玉前辈上榜次数还不少 岂止不少 几乎天天都在禁闭室里 嗯 那只是前两年 之后啊 他再也没有被关进过 禁闭室里了 两年时间 天天都在禁闭室里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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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